2014年2月18号 以纯触觉为主题的张同如个人作品展 在澳门观乐仪基金会正式举行媒体新闻发布会 张同如成长在中国澳门 之后分别居住在中国的香港和上海 而在一国居住的经历更是丰富 法国 德国 瑞士 意大利 非洲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先跟随丈夫定居在芬兰 从小跟随父亲学习画画 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和香港公开大学就读学习的张同如 在艺术的道路上奋斗多年 并获得无数成就的他 因澳门观乐仪基金会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邀请 带着他2013年创作的25幅作品及画集回到澳门 举办张同如在澳门的个人作品展 包括去年以优异成绩入选 威尼斯国际双年展一系列的六幅作品 一张圈纸 一支笔 一种末法 张同如的创作理念是将中国古典艺术与现代元素融合 没有城市的圈销 有的只是天类之一的和谐和宁静 没有闹事也没有人物设定 有的只是作者思想情感的直观无路 从1986年起 张同如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40多场大大小小的国际展览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纯触觉张同如澳门个人作品展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儿接受你访问 全校和父母一直以来的支持 因为他们本身对艺术都是很向往 他那种追求对艺术的向往 追求是直接是最直接影响我 对艺术追求最关键的原因 走在伊国他将20多年的艺术道路上 张同如有过寂寞有过彷徨 但是他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坚持下来 并成为欧美一潭备受瞩目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400多幅作品受到了许多艺术爱好者的广泛收藏 在画展开幕时当天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吴伟明局长特别推介指出 张同如展出的作品充满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 既有中国古典的书法 山水 人物 更有西方抽象化的新技法 作品最珍贵之处是作者以其真心透过不同的图像 线条基底和不同的材质刻画 反映其艺术触觉 认为该批作品将有助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和对外宣传澳门的典范 闭幕里后 现场举办如你对话活动 由本澳艺术家马维斯和张同如与在场各界人士深入探讨创作心得和经验 张同如希望透过这个展出机会 能得到新一代年轻艺术追求者的共识 更盼望能对澳门的艺术发展做出贡献 俗话说 画如其人在张同如的身上显得那么的恰当 无论从画作的表现形式还是到手法 都是那么的引人入胜 张同如说 他希望他的画作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展出 只要大家看到就知道是一位东方的画家 我想这种执着 这种坚持足以让我们动容 好的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